汐止国小前面的人行道已经很久 不但有砖块破损的情形 有些地方更是不平摇晃 甚至像这样整块脱落 下雨天一踩水都会喷上来 对于行人来说通行不方便 这里是汐止大同路二段 汐止国小前的人行道 不但附近民众在走 更是学生的通学路 所以新北市政府也在进行改善工程 要将人行道及一旁的勾盖都一并改善 很多铺面都已经有可能有破损 还有就是说来讲话 铺面整个脱落 所以造成下雨的时候 整个人踩上去都会喷溅 同时第二点 它的整个水沟盖过去 是整个寓柱的 一个一块块掉上去的 那这个时间二十多年来 这个水沟盖跟鹿岩石 都很多都会松脱 踩起来的吉利卡拉的 学校的周边 因为有许多小朋友 好多是绝对是最优先 要来做一些改善的 那我们汐止国小前面的人行道 原本当然可能经过二三十年了 它的现况不是很好 不是那么的平整 那有一些问题在 包括当初的无障碍的坡度啊 一些高层差等等的 可能对不同的族群 都不是那么的友善 所以说我们请新北市政府先前来办一个会刊 希望把这里我们汐止国小小朋友会经过的一些路段的人行道 把它来做一些整体的改善 目前正在施工中 新北市员廖先祥也特地前往关心施工状况好进度 只见汐止国小往西湾路的方向 原本的人行道都已经敲除 并且挖升重铺人行道砖 也改善无障碍坡度高低落差的问题 提供更友善的人行环境 议员为我们争取把这一条 整个这个人行步道 整个重新翻修 真的是相当不错 对汐止国小 对我们这些民众 整个行走 大家抱怨很久了 把这个整个路面 整个翻新还有水果盖弄好 那今年就先针对我们汐止国小 到西湾路口的这一段人行道来做 改善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原本的人行道高层 可能是比较高一点的 那所以说在经过前后路口的时候 都会有这个高层不符合 现在无障碍法规的一些规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挖的比较深一点 那到时候就会把无障碍的空间 把它做好 那同时人行道的铺面 我们也把它整平 让我们行人行走的更加的安全 从西湾国小前到西湾路口的人行道 进行更新 目前已经在施工中 预计明年初完工 就程慧玲 细致采访报道 不是吧 就像中文银人行道